好的 惠民晚安 所有的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小婉目前还是守候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广场这里 330号就要公民上街头的活动 今天一整天持续下来 目前已经画下了一个据点 所有的人其实几乎都很乖的 不是回家去 就是暂时回到立法院 持续在青岛东路附近 守候着里面的同学们 但是呢 持续我们带您看看 同样都是在凯道举行活动 我们看到了 距离我们的主活动 主舞台的后面就是总统府了 您还记得吗 去年的时候有号召这么多人上街头的时候 当然是去年的1985联盟 因为这个红中秋的事件 公民们也走上街头 同样是隔着500公尺的地方 对着总统府内的马总统来喊话 希望得到马总统的诉求 当天晚上有20万人次 那么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一次学生们号召公民上街 支持他们在议场里面的诉求 不过这次人数站出来的人更多了 比20万人次多了大概一倍以上 今天最新的资料统计出来 甚至有超过50万的人次 大家都支持在议场里面的同学们 所以整个活动下来 让我觉得比较感动的是 跟去年大家20万人次上街头 更让人有点动容了 而今天晚间 特别是林飞凡在台上的时候 为跟大家所高声一呼的一句话 他说行动呢 虽然在今天画下了一个据点 但是占据议场里面的活动 其实目前没有结束的一天 他们会等待马总统 给他们的最新回应 那么其实在稍早之前呢 大家出现了一首歌曲在舞台上面 由这个灭火器带来的岛屿天光 让现场响起了一阵的欢呼声 大家随着歌声拿起他们的手机 而且手机变成了手电筒 当时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凯道上面 顿时变成了点点星光的画面 我们也看到非常的美丽 我们带您快来看一下 好那今天让我们也觉得非常感动的是 很多朋友甚至是国外回来的朋友 他们也说今天要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那现场还有这个妈妈抱着孩子的啦 还有爸爸带着儿子都要来参加 我问到他们说 你们对这个福贸问题是真的是反对福贸吗 他们给我的回答是 其实他们对福贸并不是很了解 他们主要是对整个的社会体制的不满 他们主要是跟随着林非凡出来的登高一呼 要跟着他持续 他怎么讲他们就要怎么做 我们来带您听听看 刚刚稍早之前民众的访问 接下来一步他们要怎么走 有的人是要回到立法院的外头去的 从赞领国会那一跌起 还是要再去支持一下 对 在立法院有待很多天了吗 前面两天 一开始两天有去 对 所以接下来还是会受到林非凡的感召 继续过去 对 会过去 那你怎么看 马英九没有一天 就是具体承诺要退回福闹 没有一天就是要 仔细听人民的声音 不要再 就是塞隆人民 当作我们是白痴的话 我们还是会继续坐下去 直到他听到我们的声音 直到他继续 直到他有做出具体承诺 退回福闹为止 现在回立法院的路 其实很难走 人很多 有做好心理准备吗 很难走 虽然很难走我们都知道 可是他还是要走下去 那你等一下呢 要回家还是去立法院 小孩 我们没有准备今天晚上要在这边过夜 要先回去等下次活动再来 或者是假日的时候再带小朋友一起上来 今天早上是几点来的 我们大概11点就到了 今天的活动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非常感动 台湾人站出来 好看你在吃香蕉耶 这怎么回事 这是太阳花 所以你自己带过来 对对对 你刚刚是带心有吃很久吗 还是有发给大家吃 因为大家饿了 所以就发给大家吃一下 因为做蛮久的 好谢谢谢谢 那你等一下是要回到立法院吗 应该是应该是 因为在那边待蛮多天的 待了几天 四天吧 然后其他因为这天去比赛 所以就没有继续带 好加油加油 加油 这个秋意错把太阳花 认诚香蕉的事件 成为整个活动当中 学生们私底下会玩耳一笑的一个焦点 然后太阳花学运进入第13天了 变成了公民 活动50万人次上街头 现在活动和平落幕圆满的结束 非暴力坚持理性跟和平收场 来自现场时间还给惠民